嗯在这里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把这个愿意花人数据集啊给他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啊还是像之前操作式的给他指定了一个列名 然后啊把咱们的数据做成一个x还有一个y x呢表示着咱们的一个数据 y呢表示着咱们的一个label 那对于这个数据啊和这个label来说啊 首先我是做了啊先是可视化展示一下 这个就不说了 这个比较简单咱们就不说了 然后呢接下来我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说首先我要先对数据啊进行一个标准化处理 通常情况下就是一份数据来之后啊 我们并不把它直接进行一个建模的操作 而是说呢要进行啊 先是要么你去做一些规矣化处理 要么是做一个标准化 或者是一个呃一个正单分布啊 这样一个处理 这些处理呢还是有很多种的 但是用什么来处理啊 这个东西不太好说 还是要根据你的一个实践数据 以及呢一个你交叉验证的结果 来去定这样一个事的 然后啊我们通过这个standard 然后fit transform一下咱们当前的一个数据 fit transform完之后啊 我们就得到了当前一个标准化的那个数据啊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接下来啊我们要做这样一个事啊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吧 嗯我们可以我们要看的就是嗯 特征之间的一个相关程度是有长多大的 通常啊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一个斜方差 嗯换一下吧 比如说这样一个特征A 然后呢这样一个特征B 如果说啊一个特征A和特征B啊 它的一个分布是大致相同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啊 它的一个斜方差值啊是偏大的 如果说它的就是趋近于1啊 然后如果说它们之间啊 它是不相同的 比如说再写个C吧 C呢可能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完全不一样吧 那我就说啊 C这个值啊和A 它可能是趋近于负1的 B呢可能跟A啊 它的一个前方差是趋近于正1的 那斜方差怎么算呢 这里啊直接把公式给大家了 就是说 首先啊我们需要算一下 它的一个均值啊 这块有一个X8 X8啊和XJ和XK分别表示啊 咱们两个特征之间的一个均值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J 这个是一个K啊 就是我们首先啊 算了它们两个的一个均值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对于每一个点来说 每个点啊 我们对于A和B 先都算一个均值吧 均值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对于两个点来说啊 如果两个点的一个值 计算完都是正的 那它们成完也都是一个正值吧 然后呢 如果说它们是一个负的 那这个时候 它们也就是一个负值吧 同样的一个位置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正负啊 来衡量它的一个 斜方差的一个大小啊 分别是等于多少的 这里呢 用X啊和这个SJ和SK啊 分别进行一个 减均值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再把它们啊 累成在一起就可以了 对于两个特征之间啊 我可以算一个斜方差 然后呢 对于多个特征之间啊 我们也可以算这样一个 斜方差的矩阵 嗯 斜方差的一个矩阵啊 就是说 我们现在啊 还是需要把这个数据啊 X给它做出来 然后呢 把它的一个均值啊 也算出来 然后呢 通过这样的公式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一个 斜方差矩阵 给它算出来了 那么这里呢 嗯 给大家啊 先演示一下 就是用numpad 怎么算这个东西 第一步 是不是说 我们要算一个均值啊 把咱们原始的一个 FeedTransform版的数据传进来 然后呢 我们来对照这个公式吧 对照这个公式 是不是说 用X减去X8 然后它的一个转置 就是这个 X减X8 它的一个转置 然后再乘上一个 X减去X8啊 再点DOT一下 X减去X8 然后呢 然后再乘上一个N减1 最终啊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 它的一个斜方差矩阵 是长多少了吧 斜方差矩阵啊 我们也可以给它打印出来啊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有了这个斜方差矩阵 我观察一下吧 就是说 嗯 它除了对角线上的值啊 都除了对角线上的值 是1之外 其他值啊 都是在-1到正1之间 -1啊 就是说 它们是呈现一个负相关的 正1呢 就是说 呈现一个正相关的 那对什么 对角线上的值都是1啊 对角线是什么 对角线啊 是不是说 这个特征跟自身的一个斜方差啊 那跟自身的一个斜方差来说啊 显然 它跟自身的一个斜方差就是 就是一二的嘛 那就是等于1嘛 如果说呢 我们不想用这种麻烦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用NanPi 直接做一下 NanPi呢 只有一个COB的函数 这个COB函数啊 我们把X传进来之后啊 它的一个嗯 它的一个斜方差举债也是可以给它计算出来的 然后呢 对于这样一个斜方差举债来说啊 我们可以去计算它的一个特征值和它的一个特征向量 用NanPi这个酷啊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函数呢 把它的一个特征值啊 还有它的特征向量给它计算出来 特征值啊 我们是就是算出来了啊 一共是有四个特征值 因为呢 咱们是有四个特征嘛 然后呢 它的一个嗯 特征向量 特征向量是一个四乘以四的 就是说我们把它的一个特征向量也算出来了 有了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之后啊 接下来我们需要进行一个阻断 就是说 首先呢 我们把这样一个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给它一一对应起来 比如说 第一个特征值和特征的天然特征向量对应起来 第二特征值和第二个特征向量对应起来 每个特征值啊 都和特征向量给它对应起来 然后呢 我们要做的 就是说 要去看一下不同特征值啊 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或者说我们先去了解一下 这个特征值啊 它是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 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特征值啊 是有大小是不一样的吧 第一个是2.9级比较大 第二呢 2.9级比较小 第三和第四啊 它的一个值都是比较小的吧 在这里啊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数值的大小啊 来去表达的是这样一个量啊 它表达的是 就是一个特征向量 它的一个重要程度是有多大的 如果说一个特征向量 如果说啊 一个特征向量 它是比较重要的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特征值啊 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大 如果说呢 一个特征向量 它的一个重要程度是比较低的 它的一个特征值啊 相对来说也都是比较低的 然后呢 我们先统计这样一个指标啊 就是说 嗯 对于咱们的一个那个特征值来说呀 我先去算这样一个东西 这块有个函数啊 叫做一个 这个come sum 这个come sum的意思啊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先定义一个numpeg array 它等于1234 然后呢 对这个1234啊 对这个额瑞来说 我进行了一个come sum 然后呢 得出什么结果啊 1234传进来 得出来叫什么 1360 1360啊 就是说 第一个值直接落下来了 第二个值相当于是把前两个值 进行相加 2加1等于3嘛 第三个值都跟前面相加 1加2加3等于6 第四个值呢 前面再相加等于10 这样啊 我就把这样一个四个值啊 它的一个累加核算出来了 那我们要用这个come sum做什么呢 我们就要去算这样一个百分数 首先啊 就是说 我们对我们的原始的几个特征值啊 先去算了一下 先给它映射成了一个百分数 然后再乘上了一个100 这映射成了一个百分数之后啊 便宜要便于咱们进行一个观察 比如说原来的几个 原来的这几个值 我给它变成百分数之后 再进一个come sum 求它的一个累加核之后啊 我可以把它的一个效果 或者说它的一个图形的一个趋势啊 给它画出来 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啊 在这里写了一下 就是咱们不是有四个特征的一个特征值吗 然后映射完之后的一个结果吗 我们可以把它的结果啊 先是给它画出来 比如说第一个特征值啊 它占了多少 第二个特征值占了多少 那这里呢 现在我们比较关心的 就是说 你要 你要进行一个PC降维啊 通常情况下 你也不知道给它降到多少位表合适 比如说 一百倍的数据来之后啊 你降到多少位表合适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come sum值 比如说 前两个值啊 加在一起 大概是95 第三个值加在一起 99%啊 再加上第四个值来说 没发生多大变化吧 那我们来看 这里是不是说 前两个值 它的一个效果是比较大的 后面两个值 它们的一个相对效果是比较小的呀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设定一个预值 比如说 多少个特征加减之后啊 达到个95% 我就用那个95%预值 前面所有的一个特征 来进行一个建模 这也是可以的吧 在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自己进行一个选择 进行一个衡量了 选择前几个特征来进行啊 咱们最终降维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这里啊 我看了一下啊 前两个特征感觉占了绝大多数 那我接下来把这样一个四维的 建成一个两维的不就可以了吗 要做这样一个降维操作啊 我们看这里 你要做一个降维 比如说这里啊 它现在不是一个 比如说150个数据吧 150乘以4 然后呢 结果你想得到一个150乘以2的吧 那中间的矩阵多大 中间的矩阵是一个4乘2大小的一个矩阵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们需要传进来的需要算的是一个4乘2的矩阵 那这个矩阵怎么算呢 就是根据咱们之前啊 那个特征向量和特征值来进行 来把它们拿出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刚才算完了这样两个对 比如说它不是第一个特征值和第二特征值 它的一个重要程度比较大吗 那我就把第一个特征值和第二特征值啊 它所对应的特征向量拿出来 现在一个特征值的对应一个特征向量 它是一个4乘1的 那两个不就是4乘2的吗 把这两个特征向量拿出来之后 我的4乘2的矩阵不就有了吗 有了一个4乘2矩阵之后 我用原始的一个S数据 150乘以4的 再点DOT一下 咱们的一个4乘2的一个数据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150乘以2的一个数据吧 那么下面就是咱们得到的一个结果 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实际的算出来了 实际的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看一下 就是我们做出来这个数据啊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么下面这个图啊 就是咱们做出来的一个数据 我们看原来的数据 就是在X轴上和Y轴上 都是有一个明确的特征吧 华鹅呀或者华瓣的一个长度和宽度 但是呢 对于咱们PCA做完之后的数据啊 它就没有这样一个东西了 它就是 只是有一个主成分1 主成分2 因为呢 在每个轴上 它的一个可解释性就都没有了 我们也不知道 降维完的这个数据啊 它指的是花的一层数据指标 这个东西啊 太难去说了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啊 这是蓝色的 这是红色的 这是绿色的 相比于咱们下面啊 随便拿出来两个特征来说 是不是说我们PCA降维之后啊 数据的一个可分程度就更大了 尤其是这个红色的 还有绿色的 原来这个红色啊 和绿色的他俩是啊 就在都是拧在一块了吧 现在来说呢 好像是可以进一个分的啊 然后呢 把这个蓝色是不是又更分的开了 这个就是咱们PCA的一个结果 嗯 可以说啊 PCA咱们用的还是蛮多的 如果说啊 咱们拿到手的一个数据是比较大的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会给它先进行一个降维 因为呢 不光啊 我们是想找出来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数据 另一方面啊 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计算的一个复杂性吧 越多的数据啊 你的一个计算量是越大的 比较耗时间 你无论是做交叉验证 还是做最终啊 它的一个模型的部署的时候 它的一个花销啊 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 通常情况下 我们并不希望这个数据太庞大 也是可以做这样一个PCA降维的一个东西 呃 PCA降维啊 就是效果也是蛮不错的吧 从这个图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实际做完PCA之后啊 虽然它的一个物理含义 咱们是不太清楚了 但是呢 这个效果是比较比较 比较就是可取的吧 那么这个啊 就给大家今天为大家讲了 这个PCA啊 它是做了一件什么事 剩下咱们就是 剩下时间啊 咱们就来讨论一下 咱们今天的问题吧 ABCD的那个 ABCD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啊 这个它是 这个它是有一个 它是有公式的 那个公式 我现在记不太清了 然后我把它插一下 我发到群里吧 它是有公式的 只要是有公式了 按照公式去写代码就可以了 加入噪音数据啊 其实通常情况下 它是不加噪音数据的 它是怎么做的 在大马里啊 就是正常 我不知道SKLearn是怎么实现的 正常情况下 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那个数据打乱 比如说啊 原始的数据 可能这是26 这是28 这是31 那我打乱完之后 这个可能对应31 这个可能是对应46 这个可能是对应51 打乱的方式啊 更简单一些 通常呢 我们是之前啊 我都是用打乱去做这个东西 自己写代码的话 打乱是比较简单的 PC啊 PC做完之后 就正常用啊 你之前的一个数据 你需要做分类 还是做回归 你这个PC完之后 也是正常用的 只不过说 你数据的维度 就变小了一些嘛 用法是没发生变化的 该怎么用 还是怎么用的 只不过说 拿数据是不一样了 然后啊 咱们下节课 下节课啊 应该是讲 那个支持限量机了 就是 也是啊 一个偏 比较偏数学的问题 可能大家不知道 对数学这个东西 喜不喜欢啊 但是也没办法 支持限量机这个东西啊 一方面是比较经典 另一方面来说呢 面试的时候啊 问的比较多啊 通常情况下 这些面试官 总愿意拿支持相机啊 来做文章 所以说咱们 这个算法 还是必须得去讲的 就是说 你在建模的时候啊 一旦你是进行了 一个建模的操作 你想做测试 那你实际训练的时候 是怎么样处理的 那么你最终呢 测试的时候啊 也是要进行 一个相同处理的 处理的方式啊 是不能发生变化的 找那个 就是看它的一个 相关程度吧 如果说 线性相关程度 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掉一些数据的 找不回啊 这个东西很难找回来的 降维之后啊 我们主要是拿它 进行一个建立模型 去做这样一个 做这样一个分类任务 得到最终的一个结果的 但是你想最终去衡量出来 它是什么样的数据 起到做到多大程度 这个就比较不难了 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可以的吧 就是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应该可以的 我不知道sklearn cool啊 有没有这个功能 应该是有的吧 有没有这个功能 降维啊 降维我们是为了最终结果 它的效率是更高的 恢复回去 恢复回去 你想得到什么东西呢 你要去做回复的话 你很难拿到每个特征做了多大一程度啊 可以这么想可以就是说把提起出来更有价值的东西就这么想吧 就是要更加最有价值的东西 那在今天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太多问题了吧 下次课咱们要讲那个知识相机有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自己稍微的先复习一下 因为下一课咱们要讲的东西涉及到数学还是蛮多的 sklearn它所有代码都是封装好了都不需要咱们自己去写的 所有代码都是封装好的我们使用sklearn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方式了 嗯行那咱们今天课咱们就先上到这里了 然后咱们就下次课再见吧 嗯咱们下咱们还是下周三咱们来讲那个知识相机了 嗯那这点我就先关了 然后大家有时间咱们再把之前课然后好好复习一下 嗯行行然后群里然后可能忘了的话然后群里爱了一下 嗯行那么咱们今天就等到这里了 然后大家下次见咯